凌晨一點多高雄七前路和自強路口 男子騎車擂殘 手擦傷流血表情好無奈 照護車車是一部計程車 但我講早就落跑 其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因為他接到外送跑腿任務 腳踏板上這是一大袋的宵夜 得趕緊送到客人手上 他是帶過跑腿業者 緊急就抠來另外一組人完成任務 24小時隨船隨到 外送商機大跑腿公司迅速崛起 不只是外送餐點和飲料 連幫忙倒垃圾都可以 甚至是連代購 代腳 代辦 跑腿公司都使命必達 跑腿公司收費多不同 有的是以鍵記籌 每鍵起跳是150元 4公里以上則是每公里加20元 以外送14公里來說是150元 再加上200元總共是350元 騎士可以抽成至少100元 一天下來賺個疫情元以上都不是問題 跑腿公司甚至一日營業額都可以破萬 說真的 因為現在目前很多人都是工作比較忙碌 甚至外面下雨 他們就會比較不想要出門 那這個時候他們就會比較需要我 就是千萬萬多人啊 真的此時還是很可能啊 不景氣很多人都想兼職打工 外送跑腿跑得勤的話 一個月多賺個25K也不無可能 成了不景氣下的另類商機 記者陳生意 潘映文 王嘉慶 高雄報導 會載一下 那是 還有 這就是 那就是